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身亡原品第六十四 如是我闻 一时 佛陀在舍卫国的起数级孤独园中 与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丘在一起 那时 世尊看见一些比丘喜欢打扮 贪着名利 收藏的财物越来越多 不知满足 看到这种情形 佛陀就给比丘们宣说贪欲的过患 贪婪的人啊 在现实中会损害自己的生命 命中后会堕入三恶道 感受无量的痛苦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我回忆自己在过去事实 因为贪婪的缘故 招致堕落 遭受了种种的苦报啊 这时 阿南常规合掌 上前请问佛陀 世尊 您过去事实 因为贪婪 而招致堕落 是怎么一回事呢 世尊告诉大众 在过去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阿森奇节以前 这个严福提世界中 有一位大王 名叫徐萨黎 他统领着天下八万四千个小国家 拥有两万名夫人 宫女和一万名大臣 一天 大王头顶上突然长出一个包 形状像茧一样 洁净清澈 也不觉得疼痛 后来 这个包越长越大 一直长到像葫芦一样 人们把它抛开来一看 发现 里面有一个童子 长得非常端正 有着干青色的头发 和紫金色的身体 大王立刻请来相师 给这个童子看相 推断吉凶 相师看完后 对大王说 这个孩子很有福德 长得雄伟又奇特 肯定能成为圣灵的国王 君领天下 统领四方 因此 就为这个童子起名叫 文陀杰 汉语的意思是顶身 顶身长大以后 德才超群 名声显扬 大王就把一个小国 加封给他 后来大王得病了 病情越来越严重 所有的小国王 所有的小国王都来探视问候 大王没能撑过去 不久就失事了 各位附属国王 就一起去见顶身 纷纷向他提醒说道 大王已经去世了 愿您能继承王位啊 顶身回答道 如果我有福德 应该做国王的话 那就让四大天王和地师天尊 都来迎接我 为我受王位 这样我才会登上国王的宝座 刚刚立完誓愿 四大天王随即从天而降 各自拿着宝瓶 宝瓶里盛满香水 用来为顶身灌顶 这时 帝师天也拿来宝灌 为顶身戴上 然后称颂他的美德 各个小国王又来敬言 劝顶身王去原来 大国王统治的地方登基 顶身又说 如果我有福德 应该做国王的话 国中的所有一切 应该来依附于我 而不是我去依附于他们 刚刚立完誓愿 大王国里 所有的宫殿 园林 浴池 都移了过来 摆在了顶身王面前 那些金轮 巷 马 玉女 神珠 典藏 典兵 等七宝 也全部都应身过来集合 于是顶身王统治了四天下 成为转轮王 顶身王巡视国界时 看到百姓们 在开垦荒地尽情耕种 就问手下的大臣 这些人开荒种地 是准备是准备做什么呢 大臣回答说 一切有形的生灵 都要靠饮食才能生存 所以他们才耕种古物 用来维持生命 于是顶身王立下誓言说道 如果我有福德应该做国王的话 百味饮食就应该自然出现 让所有的人都饮食充足 再也不会有饥渴 发完誓言 马上出现了各种饮食 顶身王继续寻查 看见人民在仿杀织布 又问大臣们 做这些用来干什么呢 大臣们回禀说 食物已经自然得到了 可是还没有遮身的衣服啊 所以他们仿杀织布 用来做服饰 顶身王听了 又立誓说道 如果我有福德 应该做国王的话 那就应该有各种 美妙的衣服自然出现 以证据所有的百姓 使他们不再缺乏 立完誓言 请客之间 每棵树上 都生出各种美妙的衣服 五颜六色 多得所有人都取之不尽 顶身王继续出游 看到百姓们正在制作乐器 他于是又问大臣 做这些干什么呢 大臣们回答说 百姓们已经风衣足食了 可是还缺少音乐 所以他们制造这些乐器用来娱乐 于是顶身王又立誓说道 如果我有福德 应该做国王的话 那就应当 有各种各样奇妙的乐器 自然出现 试言刚说完 立刻就有许多 名类繁多的乐器 画在了每棵树的树枝上 需要的人们 把这些乐器取下来弹奏 发出的声音和谐舒畅 听到这音乐的人 也无不欢喜愉悦 由于顶身王福德身后 万善俱集 天上都降下七宝 碰满了国土的每个角落 顶身王问他的大臣们 这些是谁的福德所导致的呢 大臣们都回答说 这是因为大王您的福德 也是天下百姓的福报啊 顶身王听了 又立誓说道 如果这是人民的福德所致 那么宝物应当普天同降 如果只是我个人的福德 那么只应落在王宫之内 这个试言刚一说完 其他地方就不再有七宝降下来了 而只降在王宫之内 整整落了七天七夜 顶身王在颜福提整日玩乐 几近五欲享受 就这样过了八万四千岁 后来有一天 一个夜叉 在顶身王的宫殿前跳出来 高声宣扬道 东方有个国家 叫东圣神州 那个国家 一时丰足 快乐无比 大王不妨去游历一番 顶身王立即答应了 于是 他站起金轮 腾空而起 向东而去 大臣们和七宝 都随同前往 到了东圣神州后 那里的各小国王 都前来朝见庆贺 顶身王在东圣神州 尽情地享受着五欲 过了八亿年 之后 夜叉又前来 趁阳说道 西方有个国家 叫西牛霍州 也是个快乐之地 大王宁可以去那里游历一番 顶身王马上答应了 又去了西牛霍州 在那里享福享乐 过了十四亿年 夜叉又来到他的面前 称阳道 北方有一国 名叫北巨卢州 那里的人民生活安乐 风衣足食 人民繁盛 大王 您不妨去那里看看 顶身王立即前往那里 你到那里就留下不走了 尽情享受着上妙五欲 就这样度过了十八亿年 我们学习 咸鱼因缘经第六十四品 我们学习佛法 一定要落实到方方面面 学习佛法 要真正明白 佛法的远离 使我们的身 口 意 慢慢的远离 贪从吃 远离 分别执着 远离 杀到淫妄 真正的呢 走向 我们本性的光明 那么我们如果 我学佛了 修行了 依然放不下 有些方面 做得很好 有些方面呢 做得不好 依然呀 用世俗的观念 用自己的 看法 依然做世俗的 这些事业 那么呀 他就会损害自己的生命 命中后 堕入神恶道 感受无量痛苦啊 也就是说 我们既然修行了 既然学佛了 就应该真正的了解佛法 真正的知道 能无名的产生的危害痛苦 在所有方面 都应该明白道理 每一个方面 都应该呀 做到啊 如果我们做不到 我们就受苦 不能解脱呀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我们就能够解脱 获得永远的安宁 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 说实在话 要做到 实在太难了 那么 佛 我告诉大家 佛在过去世 也因为贪婪的缘故 招致堕落 遭受种种苦暴 从这里 我们就看到了 修行 那艰难的 落实的 不容易呀 佛 我用他的生平 用他过去的经验 教训 给我们做榜样 警惕我们自己 告诉我们 我们行善 修福 修出的福报 不要去用于享受 不要用于追逐 放纵自己的贪欲 而应该把这些福报 转化为利益众生的资粮 这样的行善 这样的发心 这样的福报 就会不断的挣扎 不断的争胜 最终呢 帮助我们成就福德圆满 智慧圆满的佛果 获得永远的解脱 那么 我们学习这一段故事 看到 鼎声大王说了一句话 如果我有福德 应该做国王的话 佛中的所有一切 应该来依附于我 而不是我去依附于他们 这一段话 内涵深刻呀 我们世俗的人们 不懂得福德的原理 往往呢 在技术上 在人际关系上 在外在的种种形式上 下功夫 奢望呢 奢望呢 通过行贿来获得福报 奢望呢 阿语奉承来获得呀 福报 这都是呀 说本主末 这都是愚痴者 他们应该明白福德的原理 应该自强自强自力 应该下内功 发掘呀 内在的宝藏 内在具足了 外边的一切 他都会啊 依附我们 一一一变现出来的 如果我们内在没有福德 内在没有力量 自己的内功不足 即使能去继承了王位 福德一时聚集起来了 但是 如果不能够支撑 不能够长久 这些福德呀 也会很快的流失 很快的消闪 那依然呀 是孤家寡人 依然呀 是一文不明 原来的繁华 原来的繁盛 都会如泡影破灭 化为云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自己不具足啊 我们自己内在 一无所有啊 所以 我们自己要懂得这个道理啊 一定要学习佛法 明白佛理 明白真理 明白觉悟的原理 知道 我们本性本性 具足呀 一切得能 只不过因为 无明 分别 执着 而上师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呀 要走解脱这道啊 要开发 我们新地的 保障啊 怎么开发呢 首先 要明白 因果原理 遵守呀 五节十三 从此 不再造恶 从此 开始行善 做种种利益众生的事情 从日行一善开始 开发自己的 本性 得能 不断地挣扎 不断地行善 不断地利益众生 不断地 积累福德 当我们有福德的时候 机缘具足 条件具备 这些福德呀 都会表现出来的 难啊 如果我们没有福德 我们想实现 一些事情 那真是千金万难啊 怎么 都实现不了啊 费使劲儿也做不成啊 现在 我们希望 用净土法门 用因果原理 教化大众 救助大众 树立法床 最关键的 是要下内功啊 是要 把我们 内在的 功夫下足 把原理 找清楚 建立起 种种方便的 行事 方法 让大家呀 习以为常 变成风俗 慢慢的 佛法 那就落实下来了 因果原理 五介石善 就变成大众的习惯 我们知道 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 这样的典范 我们 读 净土三经 就知道 党生到希望净土的人 真是呀 什么都不要操心了 想吃饭呢 饭 就 化陷在眼前 想穿衣呢 衣服 自然就 披在身上 想洗澡呢 水 自然呀 就 变现出来 变成我们需要的温度 想到十方世界 供养佛 就有鲜花 我们拿着鲜花 用神竹 就可以呀 到十方世界 供养佛 弄完了 回来呀 吃早饭 想知道世间一切事情 在 灵间 就有大宝镜 随我们的心意 将世间的事 变现出来 有印象 印象出来 我们都 知道 世间呀 忽量世界 有什么事 发生 可以说 一切都 随心随意呀 想修行呢 流水声 鸟鸣声 风吹树叶声 都在念佛 念法 念声 都在说出呀 我们要修行的内容 寻找我们 所以呢 西方世界 叫做极乐世界 无有诸苦 但受诸乐 为什么 是这样呢 因为呀 是阿弥陀佛 在英地上 发了四十八大愿 要建立这样的世界 又用无量无边的时间 去做种种利益众生的事业 用自己建立的福德 功德 圆满起来的 可以说 西方极乐世界呀 就是 开发本性德能的极致啊 最优秀的 这个 示范 所以呢 我们现在 开始修行佛法了 我们也要像佛普尚那样 慢慢的 成长 慢慢的 具备能力 救度大众 我们呀 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要下好内功 要开发呀 自信的 德能 开发我们的智慧 那么必须 从现在开始 坚持功课 坚持学习 坚持行善事件 天天修持 天天学习 天天呀 行善 开发 自己的本性 逐渐的 做种种利益众生的事业 不断的成长 利益大众 不要看大众条件 而最重要的 是要开发我们自己的德能啊 就像鼎声王 说的那句话 不是 我去依附那些 依附国中所有的那些 而是国中所有的一切 应该来依附于我呀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有道 因为 我们呀 已经把自己的内功 下足了 因为 我们这里边呢 具备了一切 利益众生的方便 所以呢 我们能够射守众生 吸纳众生 影响众生 让众生呢 依照我们建立的佛法 修行 成长 知知解脱 如果我们自己内功不足 如果我们自己 方方面面都不具足 众生的情况不了解 佛法的深刻含义不了解 不能够形成呀 方便 那么 当 众生 有需要 当种种的众生 都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呀 应接不暇 我们 不能够提供啊 适合大众的方法 那么 我们就错失了机会 浪费了资源 让众生失望 让佛失望 当阿弥陀佛 发出48个大愿 当阿弥陀佛 用无量无边的时间 圆满了极乐世界 从此以后 阿弥陀佛 要做的事情 都是相同的 就是 传播 净土法门 就是 不断地接引 到往生的众生 接引那些 具备 善根福的 因缘的众生 信愿坚定 老实念佛的众生 接引啊 符合他 誓愿的 有缘众生 来到西方极乐世界 修行 成就 在阿弥陀佛那里 每天做的事情啊 都是 相同的 就是 把西方极乐世界的原理 不断地 传播 不断地接引 不断地 教化 永远 永远 之后 夜茶又来 宣扬说道 四大天王 所在的地方 那里的快乐 难以衡量啊 大王 您可以去那里游玩 于是 鼎参王 就带着大臣们 以及 下马步车 四种兵 一起 沉空而去 四大天王 远远看到 这情景 都很恐惧 马上 集合军队 到外面 阻挡他们 终究也没能 奈何得了他们 只得退回 自己的住处 于是 鼎参王 就在四天王天 到处游玩享乐 度过了数十亿年 他心中又想要 飞到当立天去 当即 与手下大臣们 凌空而上 当时 有五百位仙人 住在虚米山的山腰中 鼎参王的 象马坐骑 拉出的屎尿 从空中落下 染污了仙人的身体 仙人们相互询问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其中一位有智慧的仙人 告诉大众说 听说 鼎参王 想上三十三天去 肯定是他们乘坐的巷码 落下这些不敬之物 仙人们听了很气愤 就聚在一起 念诵神咒 使得鼎参王 和他的部众 都停留在途中 不能动弹 鼎参王知道了 是五百仙人所为后 当即历世说道 如果我有福德 这些仙人 都应该前来 对我尘世供养 鼎参王福德 宏大广播 使得五百仙人 都来到他身边 为他扶持经轮 驾驭向马 一起前往三十三天 快要到时 鼎参王远远看见 一个名叫快剑的天成 发出的色彩 光亮洁白 快剑成高大雄伟 奇特无比 总共有一千两百扇大门 众天人都感到十分恐惧 赶忙把各扇大门 都紧紧关上 并且安上三道铁栓 顶参王手下的兵马 毫不迟疑 长驱直入 顶参王取出 罗浩吹了起来 拉开宫 扣弹了一下 一千两百扇大门 顿时全部打开 逆世赶紧出来迎接 与顶参王相见 并把顶参王请入宫里 与他分别坐下 逆世天和顶参王 外貌惊人的相似 刚刚见到的人 根本分别不出来 只有看两人 眼出转动的快慢 才能知道他们的不同 于是顶参王就在 刀利天上 享受着五欲妙乐 历经了三十六代帝世 最后一位帝世 是大家舍 当时 阿修罗王带着兵马 攻打三十三天 与帝世相斗 最终 帝世打不过阿修罗王 只好撤兵退入城中 于是顶参王就出马 吹起罗浩 扣弹弓弦 阿修罗王立刻被打得 落滑流水 顶参王心中暗想 有这么大的力量 根本没有人 能与我相匹敌阿 现在 我为什么还要和地势 平起平坐呢 不如灭掉地势 独霸天公为好阿 这个恶念刚刚升起 顶参王立即就 堕落下去了 衰落在自己的宫殿前 衰落得奄奄已息 临死前 人们问他 假如后人问起 顶参王是怎么死的 要怎么回答他们呢 顶参王回答说 如果有人这样问 就回答他 顶参王是因为贪婪而丧生的 顶参王统帅四大部州 四十亿年 在他的皇宫里 下了七天七夜的珍宝雨 他还在两个天宫里享乐 却还不知满足 所以遭致了堕落 因此 比丘们 立阳实在是大祸患啊 应当想着远离立阳 去追求道法真谛啊 阿南对佛陀说 顶参王前世 种下了什么福德 以致获得如此巨大无比的福报呢 佛陀告诉他 在过去不可恕 无量节以前 有一尊佛出现在世间 名号为福沙 与屠众们 一起在世间游行教化 当时 有一个婆罗门的儿子 正要娶妻子 他手中拿着一把大豆 准备抛洒在新娘身上 这是以前民间的一种风俗礼仪 佛陀门的儿子在路上 正巧遇到福沙佛 他心中满怀欢喜 当即把大豆撒向佛 以作供养 有四粒豆子 落入了福沙佛的波中 一粒留在了佛的头顶 由于这样的因缘 他得到了无量福报 自粒落入佛的波中 因此 他能够统治四天下 一粒落在佛的头顶 所以 他能够在两个天宫里享受快乐 当时 众位弟子听闻了佛陀所说的教言 有的正得了初果 有的正得了二果 三果 甚至阿罗汉果 正果的弟子多得不可计数 他们都授持佛陀的法语 欢喜的奉行 当我们学习佛法了 从日行一散开始 利益打中了 那呀 就产生了福报 随着行善扩大 那福报也会增长 慢慢的这些福报就会变现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有两条路可走啊 一条呢 就是呢 享受福报 享受福报 带来的种种感受 种种环境 那么呢 慢慢的福德就在表现 福德就在消耗 当福德消耗完了 没有力量了 而且呢 又产生了恶念 产生了自私自利 伤害众生的恶念 恶业起来了 恶果就产生了 此消彼长 就开始堕落 六道之内 都是如此啊 最多 升到天上 如果不继续行善 已经开始造业了 伤害大众了 力量的消长到一定程度就会堕落了 那么我们人中 普遍呀 为自己作想 偶尔行善 偶尔利人 善得 微小啊 善功 不弱呀 所以呢 我们的善果 实在有限 表现出来呢 物资匮乏 处处呀 让我们感觉困难啊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 靠损害大众来满足自己 那么我们呀 这些福报消耗完了 恶业成熟 那就是堕落 六道之内 无非如此 生生落落 消消长长啊 即使像顶身王这样 在佛那里种下了大山 后面呢 同之四天下 能够呢 到四天王天 到物理天 去享受种种的福报 时间呢 那都是多少亿年呢 这真是大福德呀 但是 也有 结束的一天 也有 堕落的那一刻呀 堕落了以后呢 对不起 还是受种种的苦过呀 而且呢 佛告诉我们 这是佛过去是 这样的表现 所以呢 佛告诉我们 这条路是不长久的 这条路 我们不能选择 而应该呀 懂得 世间法 和出世间法的根本区别 不要在世间法里边呀 纠缠了 停留了 造作了 这些呢 毫无意义啊 应该 行善 应该 修福 同时呢 应该 走解脱这道啊 我们行善了 积福了 这些善 这些福 不应该用于啊 享受 应该作为 我们进一步行善 进一步 利人的 工具 环境 就像 阿弥陀佛一样 他发出 愿力了 于是呢 去 利大众 行善 那么 产生的 福报 产生的种种 福业 不是自己享受 而是呢 转化为 实现 西方 极乐世界的 种种 功能 当 这些 具足了 愿望满足了 那么 他用 西方 极乐世界 这个学校 这个基地 就可以呢 进一步的 更广泛的 长久的 利益大众 实现呢 解脱的 目标 成就 佛果的 目的 一旦成就 佛果 就再也 不会 堕落 再也 不会 受苦 是 永恒的 存在 这个呀 是佛法 要向我们 展示的 闲 与 之道啊 嫌疑的 差别呀 所以呢 我们学习了 这一段 应该明白 要行善 要 基付 要永远的 行善 永远的 基付 产生的福德呢 我们应该 智慧的 对待 理性的 用用 把它转化为 进一步 利益大众的 这样 我们就能 长久 永远的 进步 如果我们 拿这些物资呀 转化为 我们 世间的福报 享受 世间的 贪欲 那么我们 就错了 我们很可能 像顶声王那样 因为贪欲 堕落 这就是 鱼呀 我们吸收了 这个经验 教训 不再 为自己的 贪欲 而挥霍 福报 享受 福报 而 应该像 阿弥陀佛 佛菩萨 什么样 进一步的 行善 利益 在更高的平台上 有更多的 智慧力量 利益 更多 更广的 众生了 那么呢 就会不断的 进步 不断的提升 最终呢 实现 解脱 这个 才是 喜言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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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